大家好 大家看枣树桃子 现在大小果分化已经完成 小的那么小 大的已经非常大了 这样大的呢 它会继续的生长 小的呢 它就会停止生长 然后会逐渐的脱落 这个时候咱们就要进行开始树果 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一个 树果的口诀 枣树桃子 你看这样的短果汁 30公分之内的短果汁 咱们留一个果 留着一个果就可以 这样的短果汁 也是留一个果 输出 后部 前部的果 尽量留中间的果 中间 两侧或者背下的果 这个也是一个果 大家看这个 长度 4公分左右的中果汁 咱们留 两个果 留下这两个果 这是中果汁 还有这种50公分以上的长果汁 咱们可以留三个果 留下这一二三个果 这个就是蔬果的口诀 一二三 当然了这个也要灵活运用 早树桃子 下部即使是长果汁 也只能留两个果 早树桃子 只能严格的输果 才能保证 果品的质量 才能卖到一个好的价格 晚树桃子 可以适当增加流果量 以提高总体的一个产量 油攀桃 大家看 油攀桃 不套袋 不要输果 套袋前进行输果 输完果立马套袋 防止呢 果顶的开裂 喜欢的朋友 可以双击视频收藏 持续关注 每天给大家分享果树种植 实践经验 点赞一个免费的红信 支持一下 感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